來這個好朋友說陽香過小長的時尊 這個幼苗的時尊就在開花 這是不是正常當然不正常 你叫一個小孩去生小孩 這個當然是不好 但是為什麼他在小小長的時尊 他就在開花 這有時候是第一 尤其你開的是這種工花 這小長你就開這個工花 這有時候就是你營的一個有兩種情形 譬如說你灌很多開金的 哪里酸哪灌很多 所以他會去刺激到他 很多這個材料 他會比較容易開花 但是這不是說出絕對的 因為這有很多這個條件 那麼一般通常就是在你材料的一個過程 還是說你剛種下去那個中間 我們一定有一個生長逆境 什麼叫生長逆境 特別你自己在發財的時候 這個水分管理要不夠 這個燃燃燃了過頭去 那麼他會去刺激到 尤其到差不多職業斬平 神尾如果起來 你有叫燃下去 譬如說油的比較洪漲 為什麼你為了要給他 你把控制給他 太過頭 連一個過頭你還要握水 這種材料就很容易開花 還有一個就是說 那個材料很厚的 一直厚的都沒有什麼營養粉 譬如說你 給他的背貌圖 一點點的肥粉都沒有 那麼這個裡面 還是說背貌圖的環境不太好 還是說他遭不住 所以有一半張他的鐵爪開花 但這裡面要注意 就是說他很細長的開花 剛才說到就是這個 跟這個行動條件有關 就是這個耐症 NAA開金的 這很多人說開金開金 其實這個灌了太多 他就提早來雄花 這個叫做亞苗助長 另外一個情形就是土腳底 譬如說這在色華 比較容易看到 在我們這個文字裡面 因為比較少看 我們在裡面比較少看的 原因是因為我們比較少去 灌什麼 那種這個燥花 動盆的 這個東西裡面 如果是有類似像 這個生長抑制劑 譬如說巴克素 這種要抑制於生長 它就會提早開花 這種大概都有這種 這個情形 那麼就是說在這個洋生瓜 你在發財的一個 這個規定當中 要怎麼去抑制它的 這個土長 要抑制它的這個土長 有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控制水分 我們那個材的水分 尤其在這個栄波時的水分 不能太過頭獲 這幾個你一定要記住 這個栄波時的水分 不能太過頭獲 所以你正常就是說 你材去去抑制 這次投出來你去抑制 抑制呢 但是你到差不多過頭過 中島過 當然你 不可以冷氣 你那個垃圾水要有夠 到中島時 不可以讓它冷下去 過頭過 如果有一半的 有稍微冷冷 你去補一點點水 但是補水不可以太慢 比如說你兩三點 兩點多 三點 這如果冷冷 三點進行 你一定就是說 暗時一定要給它打傷 這是一個很大的這個環節 然後就是我們在知道 一定要見肝見失 不是說 要看見肝看到它失 這種的這個情 在抑制 要抑制就要讓它抑制到工夫 但是抑制到工夫 一定是從頭出來 在栽氣九點半進行 盡量抑制 不要緊 他那時候淡 他會打傷 如果你說 走這個黑音 你再把他抑制到工夫 這樣可以不可以 所以這個 這個垃圾最重要就是 這個在災害時 就是要見肝見失 看見的見 不是見見肝見見失 這有時候你一定要注意 這有時候要聽電台 就比較有這種的這個問題 那麼這個見肝見失的意思 就是說我一定要讓他 有一個比較打傷的 一個這個 不可以說 都不時沾到路 你不時沾到路 就是沾隔壁 沾隔壁 他就要徒早 暗時的這個水量很高 比如說你到暗時的水量很高 他就比較容易半夜的時候 半夜頭大 這沉沒大一寸 他會休很高 還有一種情形 那是不得意的 比如說昨天黑暗天 連接這個黑暗天 一腳不足 他就很容易休高 所以我們為了要劈免這種情形 用雅鈴酸去噴一次 這兩千杯 比如說 職業斬瓶 這個 噴香 透出來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去噴一遍的 這個效應肥 這本的效應肥 四美八戒 這個東西 我們去噴一遍 兩千倍到兩千五百倍 甚至三千倍也沒關係 連接兩天之後 我們看連接到黑暗天 你就要噴什麼東西 就在黑暗天 你一定要用雅鈴酸 知道再來要黑暗天 你用雅鈴酸 第一 放棄到這個縮頭 有的人說 這個雅鈴酸下去 不是要15天以後的效應肥 效應肥導產生抗病嗎 對 但是你隨時噴 它可以組織的比較省 這個真的有用 它就比較不會突漲 那麼你說 是不是這個要抑制突漲 是不是控制這個光照 控制光照是這樣 就是說在黑暗天 你可以用雅鈴酸 雅鈴酸就是紫外線 你可以去買這個 現在有這種不一定要用雅鈴酸 有這種 這個植物燈 或是說人在伺水母 在用的那種 UV有LED的那種 不是殺菌在用的 那麼UVA UVB都會塞 UVC通常是拿來殺菌在用的 那麼它就給它補一些紫外光 它通常就比較不會調整 那麼它的調整 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說它暗時的這個溫度 如果比較高 夜溫高的時候 它都會比較容易桌上 所以不可以 暗時一定要讓它通風 讓它這樣打鬆 不要讓它淡 它就比較不會這個 這個價格 所以這點可以讓你稍微做一下參考 那麼這個催芽 這個催芽 就是說 這種 一般最重要的催芽 我們在做的工作 第一就是不可以讓它生病 所以我們通常應該要先 對這個陽香瓜來說 可能消毒比吹牙更重要 因為它不是一個很難發覺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這個消毒 那麼在消毒的時候 這個消毒後 我們要吹下去 吹下去最重要就是30度 就是你給它一個溫度 那麼讓它這樣溫溫溫溫溫 這個 吹下去你可以用什麼去消毒 你可以用什麼東西 比如說磷酸三納 這個東西就是對這個病毒 有時候是種子帶病毒 那麼磷酸三納這種東西 那麼你可以做一個這個處理 這都可以去 不然就是普克拉蒙 去跟它這個禁忌 那麼去隔絕的這個 一些這些病害 然後把這個消毒過的經濟30度 一般在吹下去的通常就是說 不要低於30度 這個 可以去買那種人在補隔絕的那種東西 現在有一種人在補隔絕的那種東西 這個小小而已 這一次可以補差不多12點而已 這個小小小小 它也是一個控溫 它可以維持差不多30度左右 30度再多一點點 那麼你可以調整溫度 讓它控制在30度的這個地方 一般麥巧位33度 它有這個適當的溫度 它溫度如果太低 溫度如果太低 比如說低於28度低於25度 它在出的速度就會比較慢 就稍微會有一點點慢 那麼一種的最主要是這樣 如果偷貝 如果稍微歡迎偷貝 就能拿出來點 一般通常比較冷 比較冷的這個天氣 如果人家看著白貝就要點了 如果是比較冷的這個天氣 你可以偷貝讓它偷更長 但是那個月不能偷太長 偷太長有時候你在點的時候會回去 很容易去想到 因為這個貝有時候很貴 以前我們買到最小的時候 一顆買16塊 一顆種子16塊台幣16塊 你想一顆沒去就16塊 兩顆就一個便當 那時候35塊就可以買便當 在那個年代25年前30年前 一顆計16塊 你就知道這個也是很瘋狂 好 這讓你稍微了解一下 那麼你在用這個木霉菌 割到這個殺菌劑 那麼木霉菌 你如果說純粹是普拔克 這個對木霉菌其實沒有太大的影響 這沒什麼要緊 所以你如果是就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你稍微知道一下 那麼這個通常是得利 就是不要太在意 那麼因為這 我們恰恰在用的這些東西 佛比拔克 普拔克 伊德利 這個 美達勒 亞托民 哪有 伊德利有說過 達美芬 大概這個疫病這些藥 大概我們都有做過試驗 這條木霉菌 其實不會不會殺死他 木霉菌其實 就是他對這個藥 也是還耐受性 蓋管 所以不太會有這種問題 你會當 是不是 但是這個木霉菌最好是 你自己紀元自己在發財 對不對 既然你是自己 你自己在發財 你應該是他剛在出業的時候 你就在握水的時候 你就握木霉菌 既然 如果是自己在發 我們 企業 譬如說 啊 材也一樣買 人不可能這樣把我們照顧 對不對 他不可能說去用木霉菌 什麼樣子 這對材料來講 他政家就是他的成本 再來管理上的這個不正義 所以 他的那個 因為 材料給你就是穩定的東西 所以他們通常在這方面 他就不會 你如果要用木霉菌 你就自己就要去注意到 所以大概是這樣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後面 這有幾張的一個商品 那麼這種都是這個前葉營 二兩堂這種的節節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 結尖很短 就是你結尖很短的時候 你本來通常是有看的 就是說 因為我們 很少 他如果開花還是什麼 去跟他 譬如說 投資品給他做油 這 有一些 因為剛才說到 就是說 你用這個 哪里酸辣 還是說 他這個 在野的時候 有遇到 環境比較不好 他的體質 這個開花 開花的這種情形 所以你一定要去幫他塞掉 就是把那些 割印的東西 幫他塞掉 這點 要稍微注意到 你這個材料 這看起來 那個顏色不太對 你這個材料起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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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你如果是用 這個 殉狀牙包柑菌 應該是沒有問題 你原本說 如果是用殉狀牙包柑菌 但是這個色 應該不是殉狀牙包柑菌 我感覺你的水分的管理有問題 水分管理有問題 你會發現 這個邊邊長得好 中間長不好 這都含水分有很大的 這個管理 那麼你的一個穴盤 裡面 你的頭有縮縮 你知道嗎 你的頭有縮縮 標示你有一個時間 應該是給他很乾的 太過頭 太過頭乾 這個保養頭 太過頭乾 還要再加 不簡單 所以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必要的 所以你這個可能水分的 這個管理 要稍微注意到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 是不是 那這個羊香瓜已經接種 菌根菌 你定質的時尊 還要沾反效磷 這個沒有必要 完全沒有必要 這菌根菌 在有磷的狀況底下 反而接種不容易成功 所以 這個反效磷 你就不需要去用 你的單單頭 給它種下去時尊 那麼 這個 心味電起來開始在倒 你要去 下一些反試肥 控試肥 這個保養都沒意見 這個都是很好的 但是你一定要 稍微慢一點點 你既然 材料自己要發 既然 材料自己要發 這個維生物的處理 在材料時尊 就把它做到比較完整 那個時尊 並說 我們在發這個 陽香瓜 那麼你這個 這個磷盤把它用起來了 那麼磷盤 這個桃把它蒸好洗 這個磷子 這個磷子 磷子都已經吐白了 水把它厚得夠溜 一定要 這個要點進場 磷盤一定要厚得夠溜 那厚得夠溜 這個水把它排排起來 都排好洗 像在三寶石粉 把這個菌根菌的三段管頂 三段管頂 後你把它蓋起來 用這個 桃再蓋一次 再蓋一次 蓋過後輕輕 再加一遍這個水 這樣是最好的 這個菌根菌的接種 那麼呢 開始有稍微在抑 對不對 在抑的時候 你看 譬如說你走這個 這個磷子 因為你有 你有把他 印給他 透霹了 所以如果是運動 實斷的有時候 可能一天 他就開始 你在壓水的時候 你就能把這個木霉菌壓一次 再過三天五天 一般是三天 你再壓一次 那麼等到這個職業斬瓶 就是說那個 食過瓶子 電瓶 先買出來 這個瓶子都電瓶子出到嚼嚼了 那時候你把它用一遍 這個殉狀 用藥包鑑菌 這是我們最完整的 這個 這個接種的過程 在這個當中 如果需要 用 兵公益 土土土深起來 職業斬瓶 本業已經透出來 我們要用第一次的肥料 其實我們很少的四枚巴蓋 你可以用這個三千杯 那麼你讓人去噴一下 有的人會 咬一點點 這個玉米酥 這個一千五百倍 兩千倍 這些都很少的 不少這樣 你把它用一遍 它的幫助 它的行動 如果遇到這個黑暗天 那麼你需要用 這個 雅鈴酸 你就用這個兩千倍 雅鈴酸兩千倍 你給 蜜蜜蜜噴一下 這樣起來 那個材料就很健康 你聽到應該是很好 要做進場 我們跟佛比巴克 這個殉狀牙包鑑菌 再給他接種第二次 對吧 佛比巴克一千倍 殉狀牙包鑑菌 可以用兩百倍三百倍 但是因為我們之前知道要用過 你心急不必 還要用也沒關係 但是有的人會說 這一點點而已 再加一遍 對 用一點玉米酥 然後整個藏 稍微浸一磅 拿下去 這個效果就結束好 種下去 你也可以灌木霉菌 可以再染榮林菌 頭一遍 這個 定止的時候是這樣 那麼 接下去 差不多三天五天 溫度好的時候 正常差不多七天 如果溫度 從現在三天五天 電開 我們在灌疫病的藥 那麼頭便 因為你用接種菌跟菌 頭便最好用 胰德利 那麼你用胰德利的時候 因為我們之前佛比巴克已經用下去了 所以你頭便用 胰德利 你在灌胰德利的時候 你就可以加玉米酥 做灰 就要灌 那麼甚至 這個更一遍 這個榮林菌 這個效果就很好 那麼大概是這樣 再過一禮拜過 如果熱人可能五天 正到現在 可能再過一禮拜 那麼我們再灌第二次 灌第二次的時候 就要染糖油 因為我們之前糖油要處理 再來要染糖油 糖油最主要就是 像曬蘇安這堆的 那麼如果這個運動 從現在運動 不是很高 比較低一點 一段落年 那麼這種的最主要就是 不要讓這個分散 不要讓這個效果來這樣 那麼這種的 這個分散 還是說像這個二兩糖 這二兩糖 比較大漲就不怕了 但是細漲很穩 所以你大概是這樣 來幫你做一個處理 大概是這樣 這個情形 要記得這個菌跟菌 在有磷 磷肥很高的狀況底下 接種反而會變慢 接種的這個 這個時間的電腦 的這個變慢 那麼在這家這裡 這個我們好朋友 你一定要稍微來 還有一個問題 這是 這單獨我們再錯開 我沒有看到